背景设定好了,我们来做存档的动作 左上角这个储存 点它一下,找储存的位置 我们存在桌面上刚刚的风景集里面 点两下进去,才能存在资料夹 档案名称你这里就可以改 比如说这个是9月份 好,档案名称9月份行事令 好,那这个写息度300不用改 300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列印出来的话 它的解析度才够 你要印那个A4纸张或是那个A3纸张 然后影像的类型JPEG 好,就是JPEG,它是图片档 好,这也不用改哦 好,直接按下OK 好,储存成功了,确定 好,那这张形式例就完成 这个阅历就完成 好,那你就可以把它 重新做第二张载入 好,或者是把这软体关起来 好,来一下